这次汤家火山爆发 很多人不知道汤家在哪 看你头啊 南太平洋啊 离那个新西兰都挺远 还是那一片 但是你看这上面的人呢 哎呀真确实和我们长得特别像 啊这祖宗爱好者的时候高兴了 啊这居然是在中国的后裔 啊你看那个印第安好 啊不过这个倒是没说错啊 这群人还真是从我们南方跑出去的 那这个事呢还得说到 当时欧洲人外周人想支援当海灾王的男人啊 经过这个漫长的旅途啊 向西穿越了大西洋太平洋 就在他登陆到了一个小岛的时候 他挺惊奇的发现自己带的一个马来西亚仆人 这样能和当地的土著去对话 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个小岛就是迈日伦的葬身之地 也是西班牙十二的亚洲殖民地 以他们的王储菲律宾二是命名的菲律宾 迈日伦虽然挂了 但是他的伟大航线啊 是吸引了一大票欧洲人寻找这个one piece 后来呢像库克船长等一票海贼王呢 更是发现啊 从太平洋的玻璃西亚夏威夷复活节岛 到东南亚的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尼到澳洲的新西兰 非洲的马达压斯加 这相当于地球一半的海洋的孤岛上 却有着一群呢 和我们东亚人一样的面孔 诶 这次这火山奔放的汤家 就是属于这波里尼西亚的一部分啊 是一个小岛国 那更我意思的是呢 这群人的语言呢 共通词特别多 而且发音系统呢 都是一个原因 一个辅音音节话 打字机一样的比较 像这样 萨牙安达地亚 Kita Kamu Mireka 南麻萨牙 Sya Panna Manda 这种样子 因为呢 他们大多数分布在这个南半球的岛屿里面 所以因此要得名叫南岛族群啊 语言也被称为南岛语系啊 那就在大家琢磨着这群 划了小船跨越大海的神人 这源头到底是哪的时候呢 我们的中国台湾省 发现了一个大新闻 就是那赛德克巴莱里那种啊 我们称呼为高山族的人群里面啊 他们同样都是这个南岛语人群啊 是南岛语的最北极人 当时我们以为 这也不过就是南岛的那个据点 这高山族里的什么 贝尼南 阿美 泰雅 几个部落之间的语言差异 都远比夏威夷和马达拉斯加之间的 哇 更为遥远 那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按照语言学的这种普希数划分 那遍布世界的南岛人 老家他就在台湾上 而且不过是台湾上的某一个部落 扩散出去的结果 问题是你这么遥远的距离 你现在游人都在走几个月呢 那当时这儿的土著是咋跑出去的呀 诶 这儿就不得不说 咱们很多人差不多一个误区 就认为人类的迁徙呢 就跟你什么飘一样 那是有目的的 但是古人的迁徙过程哪有这个呀 他不过是在生存危机 或者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 通过几代几十代乃至数百代的时间 一点一点扩散分布的啊 所以呢 根据考古发现呢 南岛人群呢 非常善于使用这种两个绑在一起的双独木舟啊 这个反正不怕风浪的 还能中间刷不少食物 那航行个几十公里不在话呀 那几百代就扩散出去了 但问题又来了 那大海那么大 你没有罗盘 你靠啥定位呀 嗨 你还用什么定位呀 不说了嘛 人家没有目的 他的法宝就是观察各种白天照 于晚上歇息的这种水鸟 只要他们走的地方 那一定是有陆地落脚的 比如太原那个脑鲁 就因为覆盖了几米以后这个鸟粪啊 后来康麦化肥复的流油啊 所以你跟这鸟走 鸟能歇着 自己就有地方住 换句话说 南岛人就是一群 在海洋上各个岛屿里面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牧民啊 小岛屋子的溃乏 成为他们不停转移迁徙的这个原动力啊 从最少5000年前开始直到1000年前 最后一波马来人到达马达加斯加 南岛人这数千年的征程 才终于划上了句号啊 等得了他们 就是后来欧洲人的这个大航海时代了 不过都说原则台湾省 那台湾省一个岛 他也不可能平衡长出来的人 肯定是哪个大陆过去的 其实早在80多年前啊 本尼蒂克特亚洪特夫沙基尔 言学雄等一言学家 就曾经提出南岛语 和中国东南沿海分布的壮动语 可能拥有大量的同言词啊 他们会就是数千年前 一个族群分化之后的结果呢 按照我们的记载呢 这个江浙一带 善于洲际赛船的五岳人 说话如通 鸟语 语速极快 而且他们背发纹身 很有可能就和南岛人 有着亲密的关系 包括后来五岳地区 汉化之后的方言五语 仍然有着这种 Socitlemi Socitle 这样的梗 跟他们的音乐语言也非常像 但是啊 虽然在语言学上 但是在分子生物学上啊 南岛族群和壮动族群 乃至于长三角的这个汉族人 斗着高度重合的这个OEA 富西南美群啊 或许这就是印证了 大约有五千年前 这群活跃在东南地区 以船为马的勇士们的星辰大海 不过比起人类的扩展 这些小岛上 却有另一种东西 那是扩散的更快 而且对人类的影响 也更为戏剧和巨大 就在将近八百年前的 一二五八年啊 同样是一个如今的旅游圣地啊 印尼巴里岛隔壁的林甲尼火山 发生了大爆发 打到这个火山会 甚至被喷到了平流层 那这样一来呢 就跟给敌人搞了个遮阳散 一样太阳辐射大大减弱 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气温下降啊 两千公里外的杭州城 都影响了非常神奇的记载 叫西湖冰封 也正是这一年 正要取得天下的蒙古帝国老家 因为寒潮导致大量的牲畜饿死 当然大汗蒙哥知道不能再等了 于是呢 打算从四川重庆入手 发动大决战 没想到这么一来 就成为了大汗的最后一战 就在重庆的钓鱼城啊 蒙哥大汗是莫名的暴毙 金融写上的杨国弄死了 已经打到了埃及的蒙哥的地区 叙烈乌是赶紧搬施 雍丽哥哥忽必烈击位啊 蒙古的西夏人生彻底结束 这大宋灭亡也不远了 你看一个火山 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变动 其实地方的火山呢 基本都分布在这个板块交界的地震带上 大多数都是这种相撞的相亡边界 比上日本、印尼 还有前面说这些南岛的小岛 它长得跟火节子似的东东就喷 还有的甚大就是这种大洋中极的生长边界 比上冰岛这种像个大口子一样 但只要有大型火山喷发 都会沉积大量的这种硫化物 那只要研究这个南北极冰层 看这个沉积的东西 就能发现一部明显的火山史诗 比如一千年前冰岛的二家火山超级爆发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东北的长白山天池也大爆发 中国正好是唐朝刚灭亡之后 混乱到五代石谷 所以到时都记载什么冰峰、双将 而北京的契丹也正是这个时候 突然崛起调打中原 留下了后来一直弱势的大搜 15世纪初 壁主的怀纳普天纳火山大爆发 中国正好是万里年间 也是坐无前说农民贫苦 弄着哈治区一己之力 统一羽争各部 忽不实断断的看着关内 1816年印尼的坦布拉火山爆发 欧洲的记录称之为无下之年 当时中国的云南也是大灾 导致1817年爆发大奇异 其实它也是一个休门火人口 在地中海叫圣托里尼岛 放个照片里面 你能见过这旅游胜利 就这地方大约在3600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次极大的爆发 隔壁的克里特岛上的辉煌王民 几乎就瞬间的消亡掉 不久之后隔壁落后的麦西尼 逐渐兴起 递逐后来的古希腊文明 而且这个火山的影响 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大 因为3600年前 正是我们伟大的商王国突然兴起 所以我们翻看下中国历史的气温变化 你也会发现 明显这个汉唐两朝是少有的大暖期 不仅两朝的漠北 强敌匈奴突厥被玩客 本来寒冷的东北 也建立起像高沟里 渤海国这样的海东圣国 但是一旦进入兵器 中原的作物欠收饥荒 漠北的游民 那根本就活不下去了 所以王朝那一乱强敌入侵 昏君看着大厦帮他 等到人口睿觉 暖期到来 一切又伴随着一个圣贤 重新轮回 人类的文明如何多样 仍然离不开这浑渊的地球 而浑渊的地球稍稍的波动 却可以让整个人类迎来灭顶 什么样的英雄 可能都是自然 想让你扮演的角色 什么样的争斗兴衰 都和大地有着必然的联系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把胸中的宇宙 缩小到像唐家这样的太平洋小岛上 看着浓烟生气 热烈的把握自己的脉搏吧